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不在做社会公益吗 难道要只专制某一件事情才叫公德吗 如果他是在火葬场的 他就可以说师父为什么不让那些死亡的人家属少一点痛苦啊 那我现在让还没有死亡的人已经减去痛苦了 让他们不要死亡 让他们能够想通想明白不要生各种怪病 对不对啊 那难道不叫做社会公益工作吗 那每个神经病的人都能想通 他如果到了神经病医院 他就会讲 哎呀师父为什么不来做点公益 让神经病都能解脱 实际上这些工作我早就在做了 是的 是的 不是指某一单项一个方面的问题 而是指全部的 要救人要救星啊 对不对啊 对的 好了 我也跟他解释 我说他也知道 他就是说像这种事情能不能做 我觉得可能 怎么做啊 一定能做 这个事情跟你说没什么多讲的 反正一切随缘 对不对啊 有的时候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东西 人家还不相信 那你就叫逆缘 对不对啊 相信的像你相信的 那你来问我了 对不对啊 就这样了 好好的学佛 这些单向的问题 并不是说 一定是学佛人应该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学佛人 解决的是一种心啊 对不对啊 心理 心理的变化 心理的常态 变态 都是靠着你的心 在转换你的思维 转换你的不同的 这个智慧德能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好的 我把师父的动力放给他听 让他自己听吧